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大选第三场直播辩论的现场 今天中国日报网跟新浪一起合作 很荣幸邀请到了中国现代国际研究所 美国问题专家牛新春老师 牛老师你好 你好 今天牛老师将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大选的辩论现场 为我们深度地剖析辩论双方两位候选人的表现 今天这一场辩论应该是大选之前最后一场 最后一战了 现在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这一场的辩论时间仍然是90分钟 地址是在佛罗里达州伯卡拉顿市的林恩大学举行的 主持人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王牌主持人 西菲尔 今天的唯一议题是外交政策 然后我们今天想请牛新春老师首先来跟我们讲一讲 在过去在两场就是总统辩论和一场副总统辩论里头 这两双方各赢得了一局相当于是 但今天这个策略上他们会不会有怎样的一个调整呢 今天我觉得从前年场来看 奥巴马这个士气是在上升 特别是最后一场主公外交议题 对奥巴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罗姆尼在内政上 在经济上是有一定优势的 因为他以前做过那个州长 做州长的时候在内政上搞得是很好的 从医保到社会治安到那个社会保险 但是他这个州里都是搞得很好的 所以他是有一定的这个经历的 包括在经济上 因为他罗姆尼是一个那个很很大的资本家 是一个大商人 所以在经商这方面 他经济上他也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唯独在外交上 他没有任何经验可言 而奥巴马却恰恰显还在过去四年 美国面临了很多在国际上复杂的局面 他都那个可以说比较好的那个处理下来了 所以这一场从那个经验上来看 奥巴马是占有明显的优势 我们刚开始一看那个 罗姆尼这个表现跟第一场跟第二场 明显罗姆尼比较紧张 其实从那个辩论开始 那个共和党的准备过程来看 他们也比较担心 今天我们提前已经了解到 这一场辩论将有六个重点 现在我们看到现场 他们已经辩论起来了 第一个话题涉及到反恐的问题 现在正在谈论在利比亚战场 以及之后未来涉及到叙利亚 这一块的问题 宁老师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反恐肯定是共和党 这次要主攻的一个方向 因为我们知道 到奥巴马上台之后 对美国反恐政策做出了调整 其中一个调整就是布什的时候 因为发生了911 911事件之后 美国整个全球战略的这个 唯一重型或者说核心就是反恐 但是经过几年之后 奥巴马上来 奥巴马上台之后 把这个政策变了 就是反恐成了美国 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布货 而不是说唯一的最重要的布货 可以说这个反恐的重要性 在奥巴马的全球战略中下降了 这是没有疑问的 另外一个就是布什的时候 比较注重通过军队和战争来反对恐怖主义 打击恐怖主义 比如发动联产战争 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但是奥巴马上来之后 奥巴马把这个也变了 就是美国反恐这个手段的重型 变成了以军队为主 转化为以那个一个综合性的那个策略 军队情报经济政治 包括那个扶贫等各种手段 综合性的那个来反恐 所以呢这个共和党 现在刚才我听罗姆尼 就把这个作为一个那个重要的攻击目标 所以现在最近特别是去年 恐怖主义其实那个越来越厉害了 首先罗姆尼说你把本拉登打死 这是很值得祝贺的 是那个好的 但是现在他说那个叙利亚利比亚 包括那个马里 那个这些地方的恐怖主义都 那个越来越厉害了 特别是最近把那个恐怖主义分子 把美国那个驻班加西的大使也给打死了 这在美国历史上过去几十年都 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这个属于成为共和党一个重要的攻击对象 现在我们来到辩论的现场 去听一下两位候选人的表现 这会是他们自由辩论了 是吧 他们的陈述已经完了 是自由辩论 等他们到下一个话题 咱们再进行现场的变评 现在它是完全确定 我们不能够遇这些挑战 这些决定的决定 所以我做到 我做到我的 Presidency 我会继续 是第一 第一 要确认这些国家 支持我们的 counterterrorism 第二 要确认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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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些国家 要确认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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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认这些国家 和安排 组论 他们认为 他们的国家 有没有 不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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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没有 没有